马牛羊鸡犬使此六处人所似 解释在动物中有马 牛羊鸡狗和猪 这叫六处 这些动物和六骨一样本来都是野生的 后来被人们渐渐驯化后 才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解读人类真不愧万物之灵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把有些野生的动物 通过驯服和人工喂养成为人类的工具和食品